记者刘兵权南投报道,玉山国家公园长城登山路线,团体受理人数将松绑,以往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,简称玉管处,受已入山团体人数为5至10人,因应登山保险开放一人就能投保,玉管处鼓励山友投保并结伴而行,预计明年3月起,团体人数限制放宽至3至12人, 其中投保登山险的团体还能由现在两个月前,一般为一个月提出申请,加快核准时程,有立山友登山规划,近来独攀引发山难事件,以及张伯威案二审逆转,受到许多民众关注,虽然陷阱法令并未禁止独攀,但预管处人建议结伴而行,过去园区长城路线,如南二段,新唐山,马波拉斯横段,八通关日至月道, 等,受理团体人数都是5至10人,为应应登山险开放一人就能投保,裁严义将人数下限放宽至3人,上限则是登至12人, 预管处表示,为鼓励山友投保登山险与结伴上山,投保的登山团体达3人就能提前两个月前申请入山,并会优先审核若山许可, 盼让山友登山更有保障,预计明年3月起就会实施。